你知道超级计算机有多重要吗 可以说现代信息化的社会没有超算 一个国家的军事安全 经济发展 社会发展就无从谈起 那你知道吗 2022年全球超算top500名单发布 来自美国的Frontier一级超算 就以超过第二名两倍多的运算速度 夺得了世界第一 在这份榜单的前十强当中 只有两台中国超算 分别排在了第六和第九的位置 让很多关心超算的人 都感到非常的诧异 因为要知道前几年 中国超算不仅实现了霸榜 而且在前十名还占据了大多数 现在我们不仅让美国Frontier超算登顶了 而且它的算力比第二名到第八名 全部加起来还要强 差距如此巨大 那你可能就会困惑了 是不是我们中国的超算不行了呢 大家好我是大黄 这期视频我就想带大家来分享一下 中国超算的历史 以及为什么在这次争霸当中 中国超算没能赢过美国 首先我们还是从超算的历史开始说起 最早呢在1929年 纽约世界报就提出了超级计算机的概念 指的就是能够辅助人类进行大规模数据运算的机器 从结构上来看呢 超级计算机与普通计算机的结构其实大同小异 最大的不同啊就是超级计算机的运算速度远超个人计算机 超级计算机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国防安全密切相关 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就是为武器研制而生的 二战时期呢 美国军方集许一种运算速度飞快的计算机 用来计算复杂的炮弹弹导问题 那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就这样在消音当中诞生了 之后呢 计算机也从未远离武器研发的工作 计算机超强的运算能力呢 很快就被运用到了核武器的研究当中 靠着世界上最快的运算工具 计算机的帮助 美国第一个掌握了核武器 到了1960年代 新中国研制氢弹的时候 也曾经用过电子计算机进行模拟实验 接受当时国内最先进的两台计算机呢 我们的氢弹研究工作节省了大量的时间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研制氢弹成功 我们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速度之快是绝无极有的 除此之外呢 通过超级计算机 我们甚至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 通过超算模拟出整个地球的大气环境 研究甚至预测气候变化 已经是一项非常成熟的技术了 小到每天的天气预报 大到台风路径预测 都离不开超级计算机的残余 那除了气候研究和武器研制方面的需求之外 超级计算机在诸如飞机制造 星药研发 材料科学等等领域 也在大展全角 C919飞机研制的时候 就曾经借着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的帮助 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进行了全尺寸的气动模拟 并且呢 随着技术的发展 各种导弹和战斗机的研制工作 对计算能力的需求更是突飞猛进 超级计算机 也已经成为了必不可少的硬件条件了 所以呢 超级计算机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国之重器 是一个国家科技经济实力的象征 也是关乎国防安全 气候监测的大展 那此次登顶的美国Frontier超算运算的速度 已经达到了每秒110.2亿一次 相当于全世界70亿人 用计算机不间断的运算上百年 这是全球首台每秒运算速度 达到上百亿一次的计算机 在它之前 占据榜单长达两年之久的日本复月号超算 每秒的运算速度 也不过是41.5亿一次 更让人诧异的是 拥有如此强大运算能力的同时 Frontier的功耗只有20多MW 远低于一级超算要求的40MW上限 所以Frontier还同时夺得了 以单位能耗排名的 绿色超算500强的榜单 在运算速度和能耗两个方面 同时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美国的Frontier超算 可以说是实质名贵的世界 那超算领域接连被中国和日本击败之后 美国终于在一级超算上面 扳回了一城 你可能就会有疑问了 美国技术如此之高超 那么我们的超算 又发展到了哪一步呢 在新中国建立之处 西方国家对我们进行了严密的技术封锁 电子计算机领域更是重点关注 1958年 我们才从苏联取经成功 制造出中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 每秒的运算速度也只不过是2500次 到了1965年 为两单工作创下汉马功劳的两台功勋计算机 运算速度也不过是每秒5万次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同时期的美国IBM已经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台 每秒百万次运算速度的大型计算机 这是整整20倍的差距 1970年代 中美蜜月期 我们花了大力气辗转从国外进口了一台大型计算机 用于处理石油勘探过程当中的大量数据 但是这台花了大价钱买来的计算机 我们却不能自己说了算 欧美企业不仅要求这台计算机只能用于石油地质构造的模拟计算 而且还要求计算机必须放在玻璃房子里 使用的过程需要全程受监视 他们甚至还从总部派了一个人来 美其明月是运维计算机 其实就是专门负责操纵这台计算机的 掌控机房钥匙不让中国人靠近 那后来中国最大的超算供应公司 中科曙光的总裁 在回忆到这段过往的时候 他就直言 那叫玻璃房子的故事 对我们从事这个行业的人 应该说是一种耻辱 但是这个耻辱也激励了一代中国计算机科研人员 卯足了尽要研制出中国自己的超级计算机 银河巨型机项目总指挥 慈云贵带队调研的时候 石油部门某刊探索所长 指着立在大厅中央的机器说 这是美国高价卖给我们的那台落后设备 还有一大堆附加的条件 一是为机器修建一台专门的机房 二是使用维修人员 必须由美国公司派遣 三是中方人员严禁入内 计算数据也只能交由美方人员处理 在旧中国 外国人设立租借 高悬华人与狗部的入内 但新中国成立二十多年了 中国土地上竟然还有禁止中国人入内的地方 慈云贵热血涌到头顶 心中仿佛有刀扎一般的难受 在第二次巨型机研制论证会上 他就质地有声的说 今年我刚好六十岁 就是豁出我这条老命 也一定要把咱们的巨型机给搞出来 1983年 中国第一台每秒运算一亿次的大型计算机 银河一号研制成功 因为技术上的落后 银河一号的焊点都是靠科研人员手工焊制的 但就算是这么落后的条件 这么艰难的任务 那些老前辈们依然做到了 全机250多万个焊点 无一虚焊 为此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 银河项目总设计师兼总指挥 茨云贵在繁重的任务当中 严重的损耗了他的身体和精力 1983年银河一号研制成功之后 就退居二线 不久之后就积劳成疾 不幸病逝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中青年科研骨干 在银河一号研制期间就一年早逝 比如呢 49岁的钟世西教授 43岁的简贤福副教授 41岁的王玉明副研究员等等 有人呢就曾经统计过 在港牺牲的科研人员数量 甚至能够组织起 另一支银河项目研制队伍 可正是凭借着他们的努力和牺牲 中国才能成为世界上少数 能够研制出超级计算机的国家 之后我们又采用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方式 从国外引进了一批先进的技术 终于在1993年 研制成功 运算速度达到了 6.4亿次的曙光一号 进入新世纪 随着我国电子工业的迅速发展 超级计算机的运算速度 以火箭般的速度提升 2002年 我国首台达到万亿次 运算速度的超级计算机 升腾18000号诞生 2010年11月 天河一号 以每秒2500多万次的运算速度 登顶世界超级计算机 排行的榜首 在中国2010年夺得世界超算500强榜首之后 原本轮流坐庄的美日两国 也加大了他们在超算领域的投入 之后的10年里 中美日三国接连夺得超算的冠军 而最近几年呢 争夺的焦点逐渐集中到了 谁能率先造出功率在 40MW以下的运算速度超过每秒100亿次的一级计算机超算上 日本呢首先发力不惜大手笔投入 花了约10亿美元 打造了曾经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赴越号 这个预算价格呢 足足是天河二号的10倍 神威太湖之光的5倍 赴越呢也因此夺得了四项世界第一 更是以每秒41.51亿次的运算速度 首次摸到了一级超算的门槛 日本媒体曾经不得意的说到 赴越的诞生啊 说明日本已经在下一代一级超算的竞争当中 处于领先水平 日本之后的规划 是在赴越的基础上进行升级 将0.41亿级的赴越 真正的建成一级超算 而美国呢更是财大气粗 总共投入约18亿美元 同时推动三台一级超算的建造 其中速度最快的 就是这次登顶的超算500强的前沿 Frontier 除此之外呢 还有融合了人工智能技术的极光 野心勃勃 号称每秒速度达到了2亿次每秒的 Air Captain 在赴越横空出世的时候呢 中国的一级超算也已经提上了日程 而且我们计划也是一次性上马 三台一级超算 这主要呢 是因为现今主流的超算计算机 有三条不同的路线 分别是以日本赴越为代表的 采用ARM架构的路线 以神威太湖之光为代表的 采用综合易构的路线 以及中国在天河一号率先开创的 CPU加GPU架构的路线 顺便说一句呢 这次图棒的前沿 采用的就是这种架构 这三条路线各有各的优势 适用于不同的场景 比如说呢 采用ARM架构的超算 在AI和云计算领域更有优势 采用CPU加GPU路线的超算呢 更擅长处理图片信息 同时呢 能耗更低 也更加的灵活 那前面说过 我们目前啊 对超算有着近乎无限的 且多样化的需求 并且呢 这三条路线 都有其独特的发展价值 所以啊 我们新一代的一级超算 自然是同时发展三条路线 我们都要了 这三台超算呢 分别就是 天河二号的后续工程 天河三号 神威太湖之光后续的 神威海洋之光 以及全新的曙光超算 这三台超算呢 都是以一级超算为目标打造的 并且呢 在2018年10月 就已经完成了 圆形机的交付 既然如此 那为什么这次图榜呢 是来自美国的超算呢 其实在世界500强消息 刚公布的时候 就有外媒表示过 中国起码在一年之前 就已经造好了 世界首台的一级超算了 甚至呢 已经投入运用了 那空穴来风 必有其一 在今年4月呢 就有中科大 在新一代神威超算上 进行大气模拟试验的消息 种种迹象都在说明 中国的一级超算 或许早已经完工了 那你说为什么公布的 超算500强榜单当中 就没看到中国的一级超算呢 其实这里的原因 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我们已经不需要 超算500强的排名 来证明自己了 2010年 我们的天河一号 首次夺得世界超算第一的桂冠 2013年 我们的天河二号 一每秒进3.1亿次的运算速度 再次成为世界第一 直到现在 天河二号呢 都排在世界第九 2013年之后 在天河二号和神威太湖之光 接力之下 我们更是蝉联 世界超算冠军 长达五年之久 并且在2017年之后 我们在500强的名单当中 一直牢牢占据着 总数排名第一的位置 2019年 我们有228台超算 入围世界超算500强 第二名的美国 只有117台 我们的超算技术 其实已经不需要什么排名 来证明自己了 所有人都知道 中国的超算技术已经是世界顶优 就好像今年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等双一流高校 相继宣布退出世界大学排名 随着我们科技水平的发展 我们很多方面取得成就 已经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不再需要所谓的排名 来证明自己了 那第二个原因呢 是为了规避美国的封锁与制裁 2015年 当天河二号横空出世 霸榜世界第一超算的时候 美国突然宣布对中国实施超算芯片的禁运 导致采用了英特尔制强芯片的天河二号 升级计划直接腰斩 在我们采用自主研发芯片的神威太湖之光 再次夺得世界第一超算的宝座之后 美国更是变本加厉 把七家中国超算中心和成都深微芯片公司 都加入了实体清单 享受到了华为 商飞和大疆同等的待遇 虽然制裁之后 我们的超算芯片已经都是我们自研的了 但是我国的芯片产业还是不够成熟 部分加工生产企业 还需要用到美国的技术产品 比如光刻机等等 所以外媒就推测 为了避免美国的制裁再加码 影响到我们超算未来的制造和升级 我们的超算虽然已经建好了 但是并没有参与到这次500强的排名当中 这既是科技自信的提升 同时也是韬光养晦的智慧 就像此前我们在很多地方都看到过的一句话 就是过于先进不变公开 此时我们要做的 不过就是相信我们国家科技发展的速度 我是大黄 如果你也是在中国的一分子 以祖国为荣 请在评论区打出强大 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中国力量 订阅我了解更多中国故事